基隆中原季主燈 太上老君齊青牛正式亮相 基隆市長林又昌和李姓中青會一起點亮 現場設計七道符藝術裝置 象徵替人民祈福 讓疫情早日過去 今天中青會非常地用心 在主燈的設計方面 還有包括他們有設計了這個祈福 這個祈福 用胡襪來做這次的一個裝置藝術 我覺得也是這幾年來很有創意的一年 這一次我們李姓中青會跟市政府 特別把我們的活動都放在線上直播的方式 其實我相信有更多的人 就可以看到我們整個活動的一個表演 跟活動的過程 那每年在這個時候的點點儀式 我相信大家都會非常的高興 針對近來網路數據分析 就用市政府在防疫的策略表現 22縣市排名北部第二高分 市長林又昌說 雖然疫情嚴峻 但成就屬於大家繼續保持下去 怎麼樣讓市民的期待 包括剛剛在講的疫情的一個控制 還有疫苗的一個施打 是讓民眾能夠安心 然後不要亂 然後不要讓大家還要傷腦筋 我想這是市民的一個期待 所以我想這也是所有的縣市首長 大家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 劉昌一再重申 台北和新北疫情能夠控制 全台灣的疫情才能夠控制 他也衷心期盼 雙北的疫情能夠早日持續加零 讓本土疫情真的到了尾聲 記者黃瀟銘 記者黃瀟銘基隆報導 黃瀟銘基隆